千里江山图用一幅整卷画成 无作者款印 有青红利、乾隆、提诗 后阁水有宋朝菜经的拔衣 为止有元朝李普仙的提衣 打开卷轴包手 引手即可见诸红印章树枚 以及卷手提诗 开手高山之巅直入云霄 其后秋陵连绵 崇山峻岭 一步幻景 渐入佳境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在画家笔下应运而生 从前景山巒村居起誓 隔岸画群峰秀起 两翼伸展渐缓 与起誓的山巒摇摇相对 起到精美的承接作用 风巒左下方 一横跨江面的大桥 并与下一组景物相衔接 翻过两重山 可见幽深的宅邸 处处可见着白衣的隐士 且走且停 似在副诗似在作曲 继续前行 又是一座桥 此桥虽跨度不大 却在桥上修建凉亭 继续向前便临江了 远景烟波浩渺 曾卵起伏 犹如仙境 登岸后 悬崖山路九区盘旋通向深处的庭院 山间瀑布 挂挂间歇 赋流大江 从高远至深远之景 引人入胜 山巒平缓处是一座宏伟的跨江大桥 通向第二段 美景的跨江大桥 蔚为壮观 木制结构梁柱 下有三十二灯 中间建有宫殿式的两层楼阁 宛如一道彩虹 十分壮观 此段群峰参思节奏频率明显加强 紧接着风势向左回旋 平坡深沿 直探入江中的穷岛 把气势伸展开去 然后画晋景山巒和江主渔村与穷岛相连接 与此相连的又是亭亭玉立的群峰 卷前提示山中村庄坐坐古朴的小桥 带有凉亭的桥 簇拥着泉卷的高峰 似直插天际 达到高潮 高峰左边的风鸾 与深入画里的曲折江流相应成去 起到了回转的作用 成为第二段的杰处 漫步于此处 意味无穷 由跨江大桥踏上岸 两边排列着建筑 翻过高山 走过山谷 再爬上高山可见一处平原 村落房屋错落有致 平原边的悬崖颇距显示 但另一面的高山 又给了村庄无比安全感 但此村落貌似是孤立的 并不能通往下一处 返回原来的小路且赏且行 山谷中的村落 河滩上的渔船 逍遥的隐居生活 招来船家继续前行 周在水中 可见隔水两山遥相呼应 似是隔着银河的牛郎之女 虽尽力向对方倾斜着 却难以碰触 岸上一片绿色的平地生机盎然 岸边星星点点的渔船 似乎传来了渔翁的吆喝 翻山越岭跋涉 才站到巅峰之下 虽有攀登之情 却难有攀登之勇 第三段 一转前段的曲折紧张 节奏平缓 瞬间消除紧张气氛 画中一小岛 岛下坪铺着渔村 渔舟点点 使开启之势下转 起到承接作用 卷作下部画近景 泼岸与之相连接 起到转接作用 卷左尾部画突起的绣风 骑士向上伸过江面和远山 截住了开启之势 并总结全卷 创作背景 北宋末期 宋金形成军事对峙之势 北宋的王室衰微 国土沦丧 民不聊生 在朝野内外 形成了一股强劲的爱国主义力量 其中 以青年学生为主流的爱国力量在崛起 但是 面对朝廷软弱无力的政治 军事 他们仅仅将富国强兵 以收复山河的理想 寄托在自己的艺术文化创造中 自宋太祖碑九士兵权、将军权和政权分离之后 就进入了文治社会 文人地位很高 再加上汉代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教育 以及宋代出现的印刷术 都影响了文人艺术创作的主题 绘画从解答人与社会的问题 转向了解答人与自然的问题 灰宗作为帝王 改变了宫廷画家的社会身份 他作为艺术创作的同龄者 对绘画有着直接而明确的要求 作为画家的灰宗 从不放任宫廷画家自由创作 他对宫廷画家在形式和趣味上 都有严格的要求 灰宗的审美情趣 即成为决定艺术风格的绝对标准 宫廷画家创作的艺术作品 在题材和表现技法等方面 都要符合其审美趣味和倾向 画学是宋徽宗于崇宁三年 1104年设立的宫廷绘画教育机构 后归属汉林院图画局 王熙梦以宫廷画家的身份 创作了千里江山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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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